你可我怎么有姜纸条 这小广告吗 谁吃盘中餐 没有吃些虎 寻宝图耶 是谁呀 没人 这到底是哪个神秘人送过来的 这找的宝贝不会被吃的有关系吧 这看着很像一个土豆 上面还发芽了 我家厨房倒是有一个红薯 确实也发芽了 但这也没有什么宝藏啊 老子们 这线索到底是啥意思啊 不是鸡蛋吧 我懂了 这既不是鸡蛋 也不是土豆 而是独角兽 这里面会有啥宝藏啊 有一个奇怪的石头 上面还写着龙根文化 我怎么感觉这就是寻找徒鸟找的东西啊 这石头上面还雕刻着水道 这样里面的宝藏应该跟吃了有关系吧 先用水把这块石头泡软 哇 这个洞窝好搭呀 咕噜咕噜冒着泡泡 这到底是啥呀 我们就从这个洞窝开始挖吧 第一场子就能看到宝贝不会吧 这到底是啥呀 你本来以为是一个黄金水道 不开样子 不是黄金耶 这宝贝个头还不小 却是颜色有点丑 不会是一个不懂吧 而且还是跟娘子有关系的 你能觉得这会是啥呀 看看你们的猜测对不对 没得出土喽 下面的米土太多了 我们先把它洗干净再说 再次 想不到我居然发出一个迷你石墨 不知道宝贝你们有没有在农村呆过 小时候我奶奶给我做年糕的时候 就是先用这种石墨把大米碾碎 我们做大米浆糕就从这个口子流出来 简直就是一波回忆沙 好怀念童年 果然这个宝贝跟娘子有关 我太喜欢了 你们猜对了吗